大家好 2022年6月22日星期三 昨晚港鐵朗平站一條書店橋起火爆炸 最後整條橋倒塌 事件影響令屯門元朗天水圍出現大停電 新界西烏燈黑火 包括醫院在內很多社會服務受影響不在華夏 市民根據中電說最少有16萬戶市民受影響 市民還要在嚴嚴夏日裡沒有電沒有燈沒有冷氣 那種痛苦那種慘況絕對可以用恐怖來形容 打開今天報紙很多受影響的市民 其實都說當時有些說在家裡突然間停電 又不知道什麼事 也有些受影響回家途中的市民 也覺得原來回到家裡突然間見到這樣的停電 這些市民就不約而同問一個問題 政府不是有一個緊急警示系統嗎 去年3月伊麗莎白醫院轉做定點醫院的時候 接收新冠病人的定點醫院 當時是啟用過這個系統的 用了我們1億5千萬 很多市民就問為什麼不用這個緊急警示系統通知市民呢 等到市民心中有數 不會突然間適驚無神才知道有個大停電 又不知道最後知道停電又不知道原因 很多市民是這樣的 為什麼你不用這個緊急警示系統呢 這個是很多市民的疑問 事實上今天傳媒很多的輿論焦點 都有提出同樣的問題 為什麼明明用了這麼多錢 弄了一個緊急警示系統 連伊麗莎白醫院轉做接收新冠病人定點醫院 你都覺得需要啟用緊急警示 為什麼反而涉及整個屯門元朗天水圍 那麼多人受影響的一個大停電 你不啟用呢 很多市民都有這個移民 政府今天就給了個答案 今天環境局 環境局就是負責我們的能源 現屆的環境局副局長謝展環 他也是新任李家超的班子 就由副局升到局長 環境局會改組成為環境及生態局 所以謝展環就會是環境及生態局局長 這個謝副局和未來謝局長 他今天就下了區去看這個火燭的書店橋 爆炸的書店橋 當中他就說政府十分關注這件事 也都責成了中電要在三天內交初步報告 十四天就交詳細報告 當謝副局出現在傳媒面前 記者都把握時間問了市民很關心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不啟用那個緊急警示系統 哇 謝副局的答案呢 就另外有一些意外 甚至可以說震驚 他怎麼回答呢 他說因為昨天的大停電 涉及局部地區 所以政府就決定不啟用這個緊急警示系統了 哇 局部地區 所以就不啟用這個緊急警示系統 真是難為高官可以答這個答案 如果用中電的說法 涉及十六萬戶人 其實十六萬戶人 當中涉及的人口 你乘四都不少了 那更加上呢 其實如果你看回政府 一些官方的數字 譬如統計局 或者是統計處 或者是社會福利處 其實都有人口統計的數字 那裏說這些地區 受影響的地區 住了多少人呢 天水圍 28萬多 即是接近30萬 那團門49萬 即是接近50萬 那元朗就有66萬多 那這裏如果30、50加66萬多 喂 都146萬多 那就是150萬人 150萬人都是涉及局部地區 影響都不夠大 不夠足以利用那個 那個緊急警示系統 那真是幾時才用呢 那當然你可以說 全香港700多萬人 那150萬人 那都確實不是全香港都受影響 但是香港其實有幾大呢 請問 是不是真的發生在 屯門、元朗、天水圍的 就不影響九龍新界呢 譬如昨天 很多市民 即是受影響那些 那十六萬戶 深受其苦、深受其害 那有些人都漏夜 要收拾東西去 親戚朋友家 借宿一宵啦 今天你看到有些新聞 都確實是有些人是這樣說 那他們的朋友可能住在 港島住在新界 是嗎 那反過來 也可能有些住在港島住在新界的人 他本來預料昨晚要去 屯門、元朗、天水圍做些事 但是 如果他什麼都不知道 萬中中就進去了 是嗎 那為什麼不去發個緊急警示系統 但是全香港人都知道呢 那沒錯 你可以說他看新聞應該知道 但是你是政府 立稅人立稅給政府 那為什麼 你又用了一億五千萬 去做這個緊急警示系統 那為什麼你不去發給市民呢 尤其是如果你對比 去年三月 你都可以 因為伊麗莎白醫院 做新冠病毒 確診 新冠患者 確診者的定點醫院的時候 你都發這個緊急警示 為什麼屯門、元朗、天水圍大停電 你會覺得不需要呢 這個判斷呢 就難免令人質疑 政府這些高官 那個判斷優先緩急的能力 真是有一個很大很大問題 你根本分不到輕重 究竟哪些是重要 哪些不重要 哪些是影響市民好心的 哪些對市民相對是小一點影響 你真是分不到 完全沒有這個優先緩急的思維在你腦裡 當然這個都是能力的問題 事實上 今次處理這個大停電 單單這個事件 你都看到政府那個反應 是有幾萬 根據中電昨天的說法 不是 今天他出來說 就說昨天是7點10分 收到起火的通知 有些市民 我看到採訪就說 有些市民就說 六點多 就目擊到 是有個火警發生 那個輸電橋 這個是吻合 6點多發生火警 7點10分 中電收到通知 政府 斷猜 就算當你是遲個中電 都不會遲很多 即是7點多 政府會收到通知 但是我們的特區政府 什麼時候才出第一份新聞稿 去關注這件事件呢 嘩厲害了 是6月21號晚上6點多的火警 我們特區政府是在6月22號 凌晨1點22分 去出第一份的新聞稿 去回應這個中電電纜的意外事件 就說政府非常關注 政府的緊急事故監察和支援中心已經啟動了 各政府部門也積極應變 努力維持治安、醫療和其他緊急服務 並且協助有需要的居民 接著更厲害 發言人說什麼呢 我們明白在浩熱天氣下發生停電事故 為市民帶來很大的影響 對此深感抱怯 我們呼籲受影響的居民忍耐 中電正在全力搶收 以其盡快恢復供電 哇 呼籲市民忍耐 在一個火警 當6點多、7點發生 你在7個多小時之後 才說出第一份新聞稿 呼籲市民忍耐 真是蚊都睡 反而昨天警方還比特區政府更快出了新聞稿 昨晚10點出了新聞稿 政府說會加強火警受影響的地區的警力 去巡查 協助市民 諸如此類 所以你看到特區政府 昨天處理這件事是非常慢 當然現在的時間點是有些特別的 特別在什麼呢 今天6月22日 即是還有不足10天政府就換屆了 由林鄭月娥的班子 就會過渡到李家超班子 但是即使時間特別 即是我不可以去鼓勵 就說在這個時間 舊班子等下班 新班市還未上班 所以沒有人做事 我們不可以這樣去揣測 是不是 不過用李家超那個 以結果為目標 即是來講 結果就是非常差 講回新聞稿 有人可能說 沒錯昨天的事故出來的時候 最急的事當然是去 手上很多工作 最先當然是救火 跟著就是怎樣去解決那個停電 怎樣去協助受影響的市民 沒錯這些是最優先 最應該要做 不過我們的特區政府 是有十幾萬公務員在做事 他們當然都是受薪 所以是有分工的 而你出一份新聞稿 不是純粹是觀仰文章 其實是藉著這件事 就是你通知傳媒 跟著再通知市民 是政府發放一些重要訊息給市民 是不是 所以這個呢 就不是 不是說求求其其 不是可有可無的 而是你第一時間 就是你透過你的書聲明 是公告全世界 跟著很多事情 就自然 有些事情就會相對 也都要起動 所以我覺得這個政府的處理 是真的 不知慢了多少拍 那講完特區政府的筆 當然就要講一下中電的筆 因為事實上今次的大停電 中電也是最有所謂的主體責任 那為什麼會停電 為什麼會出現那個 就是 書電橋會起火爆炸 那這些呢 就暫時呢 中電還在調查中 就說不到 書電橋怎麼會爆炸 原因是什麼 那不過呢 我有一個疑問 覺得都是很重要的 跟那個起火原因一樣 那麼重要 就是那個後備供電系統 為什麼不可以發揮到 一個功能 大家都知道 這些那麼重要的東西 一定是有後備供電系統的 這個不用說了 一定有了 舉個例子 譬如昨天 醫管局的後備供電系統 就發揮了作用 因為昨天 6點多起火 其實7點多的時候 屯門醫院 博愛醫院 天水圍醫院 那裡都開始有些供電不穩 於是它的後備供電系統 就馬上啟動了 令到急症室 病房緊急的 醫療儀器 還有有新冠病人 入住的隔離病房 都可以維持到正常運作 這些就是 後備供電系統 啟動發揮了的作用 但是為什麼中電 沒有這個後備供電系統呢 其實它是有的 那今天呢 我看到一些熟悉 中電運作的人 他有個解釋 就是說 因為這次 書電橋爆炸 起火爆炸 裡面呢 書電橋是有三條電纜的 其中一條呢 就是來維持日常 就是那幾區的供電服務 另外那兩條其實是後備的 但是因為這次起火爆炸 就三條 一獲數 三條都受到影響 所以就沒有 連後備供電系統都沒有 才會出現到這個打停電 但是我的疑問就是 究竟什麼叫做後備供電系統呢 如果你的後備供電系統 那麼容易跟那個主體的供電 那個電纜呢 是攬在一起 這樣一鑊熟的 那你何來叫做後備呢 那這個是不是本身設計上 就已經有個缺陷設計上 已經有個問題呢 是嗎 那 我覺得這個是很值得 中電去 一定要交代 令到市民去明白 不過剛才說未查明呢 這次出事的原因 不過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就出來說了一句 暫時是看不到 有人為破壞這個因素 他是有一個這樣的說法 不過 希望因為涉及的人 實在影響是很深很多的 所以中電呢 是有需要盡快去 令到市民更加清楚這件事 已經說清楚這件事給大家知道 那就是 但是中電的人員 今天有一句說話 同樣我也覺得是比較難接受的 就是他和 謝庫局一起去巡視 就是受影響的地區 那個輸電橋 出事的輸電橋 他其中 他也有向市民道歉 代表中電 但是他就說 這次事件引起的小小不便 希望大家可以體諒 小小不便 我真的無法去接受 用小小不便 這個說法 麻煩他自己試一下 小小不便 你看一下 打開今天傳媒的報紙 你看回昨天受影響的市民 多少的慘況 對市民來說 你沒有電 有些家裡連蠟燭都沒有 因為平時香港 真的不會出現這些大停電 所以就沒有準備 只能夠手機一點點的火光 去頂著檔先 沒有電 於是沒有電 很多市民要走樓梯 小則幾層 重則要幾十層回家 明報採訪了有個媽媽 她還抱著個嬰兒 走了二十六層樓 然後回家餵奶 二十六層樓 小小不便 不要再說 這麼熱的天氣沒有冷氣 很多人睡不著 最差現在 如果以往還可以 即時去酒店 頂一晚 但現在在新冠病毒的情況下 很多酒店都轉了做 即是隔離酒店 甚至說一房難求 你都不是那麼容易找到 即就算你有錢 你都不是那麼容易 可以去找到酒店 或者賓館去住宿一晚 所以那種苦放 即是慘不兇然 你怎可以用小小不便來形容 即是很誇張 講真 即是香港以往的電力供應是很穩定的 這個也是本來很引以為傲的其中一件事 很多的高官政要 甚至也出來說 這個是我們一個文明指標 本來是沒錯的 因為停電這件事 已經說可能是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的事 七十年代可能是早期 八十年代之後 根本就沒有再出現過在香港的情況 可能局部 你家裡如果出現停電 通常都只會是燒灰市 即是很少會出現這麼大規模 而且這麼長時間的大停電 部分有兩萬戶市民 其實今天才可以恢復到電力 另外的商戶都很慘 很多的貨物 尤其是食物那些 都是受到影響 所以整件事的影響是很大的 令到譬如文明指標這句話 以後的高官政要 不可以輕易說 說我們供電穩定是文明指標 竟然出現過這樣的事故 你說單單是這樣 都該當何罪 所以中電 麻煩快快去處理這件事 快快給市民一個 好好的解釋 今天的交流分享 聊到這裡 拜拜